叶晨对这些光剑和水剑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不断地躲避 实在躲不开的只能用尘碑和鸿蒙大星空 撑在身体周围强行抵抗 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 霍震之势迫在眉睫 血海之中叶晨早已查看过多时 并没有什么发现 倒是天空中的巨网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巨网如同血海般漫无边际 但是他发现每隔数十个距离 那星光的亮度和大小都有所变化 这血沙灭神阵除了水火两种不相容的元素 此时还出现了金光的金元素 再加上海底的土元素 五行缺一 唯独少了木 叶晨在心中计算一番 顿时对头顶巨网的规律有些明了 只要攻击缺失的木元素应该存在的位置 便能破除巨网 打定主意 他继续杀剑 魂体转化 毁灭道印在体内猛地爆发开来 道灵之火的加持之下 杀剑所到之处 巨网应声破裂 破网而出的夜沉没有停滞 继续往高空急速飞去 剑锋所指之处 顶着阵眼 随着夜沉越升越高 身上所承受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他紧要压关 继续往高空冲击 只要破除阵眼 便能够破阵而出 终于在历劫之前 杀剑感受到一阵巨大的冲击 紧接着一阵巨大的爆裂声传来 血沙灭神阵 破 阵法被破 杜师兄大惊失色 对着李师弟失声大喊 快去禀告护法 贼人即将破阵而出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杜师兄顿时恼羞成怒地喊道 一旦贼人进入山门 你我生不如死 快去 李师弟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急忙跌跌撞撞地 往左护法的洞府而去 与此同时 地心欲 玄血踪 左护法 血库灵尊洞府 听到山门指守弟子求见 他没好气地说道 一个小小的山门指守弟子 有事怎么不先找自己师尊 话还没有说完 李师弟已经闯进了洞府 护法大人不好了 有贼人闯破山门大阵了 不是让你们小心看守 怎么还能让人闯入大阵 你说什么 闯破大阵 李师弟苦着脸说道 没错 阵法被迫 贼人即将闯入山门 一群废物 血库灵尊顿时大怒 身形一动 已经飘出洞府 临走之际 他还没忘记 随手拍出一掌 李师弟顿时倒在了掌下 血库灵尊 发出敌人入侵的信号 直身来到了山门之前 只见山门大阵形成的幻境 已经彻底消散不见 一名神色淡漠的男子 正站在那里 夜晨破除血沙灭神阵的幻境 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 是在一处高峰的半山腰处 头顶上方 虚空乱流 狂毫不止 脚下山腰依然被云层遮掩 所谓荒原并不存在 反而此处山峰高不可测 这才是真实的地心域景象 山道前方不远 硕大的牌楼上 写着血红的三个大字 玄血宗 自己第一次踏入地心域 就碰到裁决圣堂 第二次踏入 就无意间误闯玄血宗山门大阵 更是将人家的山门大阵给破了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此时玄血宗山门就在眼前 但是夜晨哪敢踏入半步 还是趁着对方没有追来 尽快开溜为上 刚这样想着 山门处人影闪过 一名老者已经出现在山门之下 血库灵尊看着站在山道上的淡漠男子 怒声喝之道 哪里来的蝼蚁竟敢闪闯我玄血宗 速速报上名来 见正主出现 夜晨急忙抱拳行李道 在下夜晨误闯桂派山门 不小心破了桂派山门大阵 还请前辈见谅 夜晨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谦虚恭敬 但是听在血库灵尊的耳中 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对方的语气有多谦虚 血库灵尊就觉得有多讽刺 什么叫做误闯山门 不小心破了山门大阵 山门大阵乃是一宗一派的重要门户 其实随便就能破掉的 玄血宗这些年来 在地心寓一直很少过问外事 树立了高深的威严 这小子说是不小心破掉山门大阵 意思他们寻血宗的血沙灭神阵 就是闹着玩的吗 血库灵尊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李生喝道 揍嘴 夜晨健庄急忙说道 在下这就离开 绝不多停留片刻 说完这句话 他便急匆匆地转身想要下山 或了我玄血宗山门 岂能随便就走 真当我玄血宗无人吗 夜晨听到这句话 只能停下脚步 看着面前这个气息远超自己的存在 心中想着该如何是好 此地很是诡异 小虫楼掌 为九天神术乃至黄泉图都无法动用 实力大打折扣 若是和此人对抗 必死无疑 就在此时 杜师兄已经赶到了山门 他看到夜晨的身影 急忙抑制对方 对血库灵尊说道 就是他 破阵杀人 护法不能让他离开 什么 血库灵尊文言更加生气 这小子不断破阵 还杀了我们的人 杜师兄点头说道 没错 护法 直守山门大阵的周师弟 为了守护大阵 已经身亡 岂有此理 血库灵尊大喝一声 猛地举起手中的鬼头杖 一声呵斥 夜晨四周 已经被一群黑色的虚影包围 夜晨见状 知道这种情况 多说也是无意 只能拔出煞剑 沉背护体 沿背引动 毁灭道印 瞬间护身 好小子 我这就让你尝尝 十八血院的威力 血库灵尊 五动鬼头杖 十八道虚影 同时向着夜晨扑来 夜晨见状 急忙一剑挥出 但是剑光划过虚影 并没有任何伤害 十八道虚影 此时已经围了过来 不断撞击在 自己的身躯上面 激起一阵阵灰色烟尘 这十八血院 凝聚死气 夜晨的毁灭道印 也同样 允含毁灭之力 反倒有一丝暗和 这倒让血库灵尊 暗自有些惊奇 对方的来历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更何况十八血院 不止如此 血库灵尊 眸子一凝 手指再次掐绝 十八道虚影 瞬间转为血色 渐渐有若实质 若是等到凝聚完毕 夜晨要面对的 无异于十八个 同样的敌手 夜晨猛地 在毁灭道印之外 放出盗灵之火 顿时火光四起 十八道血色身影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似乎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见到盗灵之火 似乎能克制这十八血院 夜晨顿时欣喜过望 火势再起 不多时 十八血院便再次化为 一道道残影 血库灵尊见状 急忙召回自己的十八血院 炼制许久的血院 可不能白白 舌在这小子的手中 收回十八血院之后 血库灵尊身形一动 在现身时 已经来到夜晨的面前 鬼头杖披面而来 无数法则涌动 空间隐隐就要碎裂 夜晨急忙举剑抵挡 只是如此大的实力差距 岂能是他能够 抵挡得下来的 煞剑和鬼头杖接触的瞬间 夜晨就感觉到了远超自己实力的威压 煞剑不由自主地被弹开 就连自己也忍不住后退两步 这才站定 血库灵尊也没想到 自己突然之间的袭击 对方竟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 能够破掉血沙灭神阵 果然有点实力 血库灵尊再次舞动鬼头杖 不断向夜晨袭来 夜晨勉强抵抗 若不是沉危护体 以及生命力恐怖和肉身成圣 必然早已重上 两人不断交战之时 玄雪宗山门之前 赶到的弟子也是越来越多 除了掌门之外 幼护法和四大长老 还有八大堂主尽数到场 原本以为的危机 发现只有一个小子 众人便站在一旁观战 只是没想到 左护法和这个闯阵小子 竟然是难分胜负 久站不下 于是都大喊起来 左护法 你怎么连一个毛头小子 都搞不定啊 左护法 看来你最近修行懈怠呀 左护法 要不要我下场帮忙啊 谢库灵尊听着 同门中人的话 又气又急 忍不住骂道 你们谁不服得自己上 此时夜尘的心中 其实比左护法还要着急 对方实力 他已经心中有数 若是拼死一击 倒也不是不能战胜对方 但是周围强敌环伺 这场打赢 那又如何呢 必须想办法脱困才行 夜尘依旧在苦苦支撑 既不敢松懈半分 也不敢放手一搏 直到场上的一声喊叫 让他心中一惊 一个毛头小子打这么久 赶紧杀了他就结了 这是玄雪松诱护法的声音 夜尘听到这句话 直到对方起了杀心 急忙喊道 等等 说着他瞬间收回煞剑 全力运转圆满的陈碑 将自身要害紧紧护住 防止此时血库灵尊 给自己来个致命一击 幸好他赌对了 血库灵尊见他收手 手上的鬼头杖 也就停了下来 其实他的心中 反倒暗自庆幸 这小子先行喊停 不然再拖一会儿 自己可就撑不住了 虽然因此免去丢脸的可能 不过血库灵尊 依然冷脸盯着夜尘 用阴森森的语气问道 你小子想干什么 夜尘摆了摆手说道 打累了 不打了 没有求饶 也没放狠话 这句大实话 反倒让血库灵尊 没法接 既然如此 血库灵尊一招手说道 给他压起来 顿时有无数玄血宗弟子 涌上前来 将夜尘困住 夜尘也不反抗 任由对方示威 又护发冷冷地说道 压起来干什么 难道还要将贼人 养起来不成 干脆杀了干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